这一跳是现代游戏的祖宗 就像苍杰在篱笆坑里花出的第一个鸡爪造就了一套文字 平台跳跃这个基地也深深扎根在所有动作游戏的底层 老头环有平台跳跃 粉碎兄弟有平台跳跃 宝可梦也有平台跳跃 但大家又很喜欢做违背祖宗的决定 把平台跳跃这个属性或者说这套玩法无限淡化 因为你不能让你的玩家被跳跳的卡死 偏离玩法重点 因为想单纯做好平台跳跃要花的功夫实在太多了 关卡设计了趣味性路线的意图性机制的推陈 初心能做好这三者的 你回头看看这几人能找出来几个 有些碧昂的连最趋路的跳跃都走不到 为什么3D马能统治平台跳跃这么多年 就因为在做好了这三点后 他们还能掏出水枪星星帽子超级赛亚猫 他们每作都有着极其标志性的进化与革新 每作都围绕了一大主题 持续不断的巩固独特体验 也使得后续作品不会掩盖前作的特质 这就是十多年你3D马的创新之路 而在这段时间里的2D马里奥的 我们有了 U 只是一个U 所以超马鱼是个好游戏吗 算是吧 但它是一个好马里奥吗 这就不太好说了 我们不能否认超马鱼 其实有挺多创意 飞鼠服企鹅服 奇罗比奥皇冠 但对马里奥来说 创意并不等于创新 每一代的2D马都会塞很多的新形态 新敌人 但构筑起游戏的还是那套老的机制 前进跳跃 踩怪摸击 这被孤死了的游戏结构 但凡欠缺一点 心意都会沦为单纯的砖块堆叠 席卷而来的就是无尽的审美疲劳 特别是 当这个游戏推出后 就彻底断了2D马的后路 百万创作者的日益更新 不受限的想法与极难挑战的层出不全 让马造俨然成了老2D马的极限 也让林天宏一感叹到 在两部马造里 玩家们真的都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关卡 一想到自己必须做出 比那些还创新的东西 Fundes 而答案是 他们做不到 就好比你不能在马里奥里 加一把线弹枪 这样会破坏马里奥的世界观一样 全年纪上的官方游戏 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不允许他们暗藏 不允许他们钻火圈 做自动关 车乱开 音乐图等等 任何不马里奥的东西 他们陷入了一种 不能再出下一部U 但游戏框架 只允许他们做出下一个U的窘境 这就是2D马在惊奇之前的状况 他们卡死了 所以 惊奇还被困在这个框架中吗 呃呃呃 well actually 他们确实还被困在里面 但是 从他们要理和立誓笔推长 要理在马里奥里 眼皮隐系 当林虫底的风雪上凉山 在流星雨里踩着情剑追杀逃跑的地主 在烟花声中 弹着气球鱼不断扮 要理变成棉花糖 变成史兰姆 变成巨石 变成巨石强森 的这一刻起 惊奇就不再是被困在框架里的了了 他是自己创造框架 在亲手打破 让创新随之爆发的艺术品 就靠这一个新系统 就靠这个惊奇花来实现 所以这里呢 有宇宙观察 有一个弹簧马弗地观察 有个MC水电梯观察 有一个蜘蛛侠综艺问答观察 有一个被黑暗追了跑的鬼物鱼观察 有一个突然转到辐射角 紫壁还扯的广东蟑螂的观察 以及 开牛车 开龙车 开乐高车 开爆竹车 开导弹车 最后变成固然车 冲刺 冲刺 冲 这些手冢之处 吃了云南小人姑才能做出来的关卡 就是他们给出了答案 打破马里奥的常规 把习为常的机制 那些弹球 开车 动画服的穿越 用更疯狂 更集中 更迷幻的方式 再生产一遍 对 我想不知道什么别的形容词 除了迷幻 你看看城堡库巴那眼神 那圈圈圆 这哥们 要不然溜达了 要不然就是有人拿了手 就在发送毒电波 妈哈哈 你的熊润痒痒的 而为了救他 跌了库巴诸尼尔 库巴诸尼尔就 我 无畏恐惧 这类关卡 如果只占游戏的一半 同样的留给我相当深刻的印象 但在惊奇中 最值得玩家惊奇的是 不止君子的亮大关 而是包括了新机制的 引入延伸 破坏 新生 这整个再生产的过程 在每一关都有所体现 每打开一个生的关卡 他们都会在最开始 提供给你一套 几乎完全独立的新机制 并用极其简单 明了的方式教学 这个土王会吃栗子 不土壳 这个鸟会射派对卷堤 这个牛看见你会开始冲刺 冲 这个河马会振波振振 弹弹弹弹弹弹 随后在这个关卡中 非常集中的表现 这一机制能 验生出多少独特的玩法 鸟突出的甘子能 作为平台前进 牛能能载着你冲锋 河马会卡在缝里 变成蹦闯 能靠藤蔓 变成蜘蛛侠 能推动水管 开紧张道路 光而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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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铺满的创意 就已经由量变成人质变了 但在突如君子时间后 那是你平时踩在脚下的弹球 从你上方起来 直来直去 牛牛变成了固山车 你随便跳过去的土王 现在不准你跳了 因为你成了被他一口推着板 你现在跟你们合计装备了 从介绍机制到延伸玩法 再到打破固有逻辑粉碎你的习惯 给你全新的惊奇 在一刻没有为了上一关的结束而已 还立刻赶到战场的是 全新的舞台 全新的自己 这持续不断的在演 永不停息的激情 刺激着你的神经元 造就了惊奇的创新 如果我这么讲 你还get不到的话 那我实在不想去采一捧一 不过同样对比超马优和惊奇的第一关 你能看到的是 在超马优 你刚拿到飞鼠服 还在学怎么滑翔的时候 惊奇他 蹦 现在你是大象了 毕竟变成专属remix版了 你能甩鼻子 你能浇水 你能颠少 你还能 然后回到超马优 再回到惊奇 What the 为什么水管开始堵人浪了 为什么水管能在地上爬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小蓝这么大 为什么 然后再回到超马优 再回到惊奇 我 我已经能跟他唱出来了 这曲子是那么的活力 充沛热情四射 像是在拿弹球和马优 几他弦 又好像在 在用伸缩皮影敲架子鼓 仿佛有弹性一般 给你持续不断的动力沉浸起床 光是这一场演出 我觉得吧 惊奇排在我今年最喜欢Live的作品前五名 和这几个选手排在一个档位里面 但惊奇里还有 一 二 三场风格迥异体验 完全不同的Live 你要跟这背景的大叔一起唱和声 被幽灵追着跑 听一曲歌剧 魅影卡 而拍子起跳 成为舞台的婆贼系Zero 最后翻转腾魔 讨厌真实水平 一怪不杀 信我 你不会想回头了 你更不会想图图任何一个小怪 因为 就会破坏舞台的完成度 我说真的 但凡少一个和声 我都感觉这一关白跑了 在马里奥这个 小怪诞生 就是为了被杀的游戏里面 惊奇地让我放下图刀 让我配合音乐去跑图 我只能说 也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 惊奇的每套玩法与创意 不像超马优量 会零散地 频步到各个关卡 而是非常统一异于察觉的 创意于点子 被一股脑丢进花花王国 它并不是卡在那叫step roll 而是疯狂打搅 把一切融合封装在一个箱子 一朵花里面 你可以绕开它 终会终局地通关 平坦地感叹一句 哎呀二弟马一就这样了 但一旦 指尖触碰到那色彩 从那一刻起 那古旧的框架 那边会重新夺回它的闪耀 更明快的节奏 更丰富的演出 会让你处在一个惊喜 与好奇的叠加态中 而这些感想 就汇聚成了 马里奥的关卡沉浸感 某位马里奥大师曾说过 旧公主是马里奥的情节 你在旧公主的路上经历的关卡 是马里奥的故事 而没有沉浸的马里奥 它的关卡就不再是故事 只是可以顶着状况 而回顾惊奇的整段旅程 你要经过水管 岩平原 朵朵 高山 黄金 瀑布 日光 沙漠 等等八个地区 上到棉花 狼马 峰 下到独爪 采矿场 在瀑布边 跟着师傅修炼 在沙漠 衣子里拉扯 木乃伊的和服腰带 在咕嘟咕嘟 马里契泡 像牛油锅一样 容颜 你熬油 也能在每个小关卡 你看到大关卡的背景 你甚至还要在 选关的地图上 做收集 找各种隐藏关 这些内容 都极大程度的 补全了世界观 也让关卡 沉的故事本身 而越是沉浸其中 你越能发现 游戏中的细节 比如说 漫漫龟 在撞墙的时候 会火影跑 大象钻水管 要收复 努力往下挤 你把河马踢下 洞里卡着 然后再去踩 他会一年 不想玩的那样子 瞪你一眼 所以叫做力宝宝 会被你碰到 鼻涕泡进去 对 我没开玩笑 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不是因为你 靠得太近 潮起了板地 是你把他的鼻涕泡 戳爆了 他就 哎呀 马里奥浪点 还有 哎呀 腾讯视频 哎呀 长腿的十二花 河南在大乱兜里 带个盆就为了语人 是吧 以及 满世界跑的花花 在火里 在水里 在草里 在森林里 到处都有他 比飞飞七二一里 塞弗罗斯还连人 他们存在的一可能就是 给你一点小提示 还有夸夸群 就纯纯的红小孩 但看着他们出现在 各地和你老婆 看着 嘘 特别是 当我卡关连死几个小时 死了能写一本 斯大明珠的时候 他泡出来对我喊 做得好 不得不承认 我就是那个 被哄的小孩 好吧 真不亚于你花个几大钱 去健身房请私教 这个比喻不是我说 这是聪哥原话 在社长问 超马英part2里面 聪哥街白景话茶 每当你觉得自己 肯定无法通过 这一关的时候 就会听到一个 类似体育馆教练一样的 声音鼓舞里 加油 再来一次 然后你就会一次又一次 进入前进 扩活笑 这一方面归功于 惊奇的确是把关卡 沉浸感做到了极致 它有着能让你玩下去的魅力 另一方面 你有徽章系统 偷天兔 这类宝宝角色 你还能靠本作的线上连击 复活来降低游戏的难度 让惊奇 成了最容易体验 全部内容的 2D马尼奥 特别是 这个一部连击 线上玩家 不会像3D世界一样 直接影响到你的行动 但在失误的时候 这些陌生人可以帮你复活 他们也能放置立牌 来提示的隐藏点 不管是自己寄了 被大哥带 还是在卷轴图里 被索命鬼追杀 哪怕是因为延迟 两个字打转半天 也是挺有意思 他能把失败 转化成很纯粹的快乐 这就是一种 几乎完全正的那样 连击体验 是能极大程度 减轻麻辽失败的挫败感 并保留 惊奇优质 单人内容的设计 我遇到过 有大哥陪我 连死几次拿紫币的 有大哥陪我一路前行过关的 还有大哥在终点 等我帮我跳过关的 即三康下 想要和你难口之连 如果总帅在 丢阿克兮斯之前 先玩的惊奇 他应该还能再次 相信人性的光辉 除非他遇到我 就是能当坏逼骗人 干坏事了 啊你看他来了 他来了 然后哎呀 怎么找不到地儿呢 哎呀 怎么回事呢 也找不到 我也找不到 哎呀 可办啊 这老表现得很急切 扣问号 你知道你知道在哪里吗 你知道在哪里吗 好小红走了 快快快 旗子一插 赶紧去另一边 等小红回来 小红回来啊 小红小红回来啊 好想你啊 感觉呢 小红在干什么 带西来了 带西来了 你怎么知道路啊 那你进来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路啊 你快出去 你快出去 不要害 不要妨碍我 害小红 小红人呢 小红怎么还在外面 找找什么 都要找那么久 赶紧过来呀 哎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进不来呀 我就是从中进来的呀 怎么回事呢 小红 咋回事呢 你怎么进不来呀 我都进得来呀 怎么回事呢 特子声明一下 本片中没有任何一个小红受到伤害 主播最后很认真地送他通关了 最后总的来看 旌旗这部作品 为什么打破了二丁马的智骨 因为他们创造了旌旗花 所代表的机制粉碎机 他们夺回了关卡的纯净感 他们还让失败 成为了一种乐趣 而这些 都呼应着马尿的魂 这是一款 只要你拿起手柄 就能感受到快乐 能带给你最真实回应的作品 让你放空大牢在通关后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这游戏能满满二十小时 代给我几乎完全不同的快乐 为什么 为什么我能消息息地坦然接受 每一个事物心甘情愿地再挑战一次 因为 这就是他妈的马里奥啊 买分 为什么我能消息地坦然接受